平安 请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以福所述的最后一段 今天这一段的信息非常的长 我要分两次讲 今天还有六月的第一个礼拜 基督门徒的征战生活 以福所述的最后一段 就是以福所述六章十到二十四节 是有关属灵征战的问题 基督信仰带给我们最大的改变 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一直想不透 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相信主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但是你想不透这件事情 那就是天上的生命和地上的生命 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是指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 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些事情在基督信仰历史传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争执 但直到最近大概大家已经尘埃落定的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天上的生命 进到我们这个地上肉身的生命之后 我们原来要属肉体的生命不会没有 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怎么可能可以同时存在呢 其实这个理解也帮助了我们 原来我们的生活会这样表现 同时又会那样表现 有了一个很明显的答案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那就是神的生命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同时存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这件事情不容易明白 也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体会 去经验以及去适应 我想现在会有一个地上的表现 大概能说明了 我们是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 你知道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 或者我们说中华民国国民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不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跟我们一样 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呢 可以同时拥有两国的国籍 因为有两国的国籍 就造成我们有一个情况 我们同时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同时又可能是美国人 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家可以的 所以有两国的国籍并不可耻 当然如果你要选立法委员 你要做国家的重要的官员 为了效忠一个国家 你必须放弃一个国籍 这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样的 你知道中国大陆 他们就不能这样 我这几年很多交往中国大陆人 除了我回到我们台北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之外 我无论在美国 在东南亚 在欧洲 所有交往的中华都是对岸的同胞 我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他们如果想拿到一个在地国的国籍 他们已经住了十年了 二十年了 他们已经都生活在那边了 他们其实对那边的习惯 比在中国大陆还习惯 他们回中国大陆急着要回去 为什么 温度也不对 湿度也不对 食物也不敢吃 对吗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 他们在那边连坐计程车 他们都觉得很生气 他们叫出租车 他们很生气 所以他们有时候到台湾来 他们告诉我台湾真好 我说哪个好 他说计程车好 我说便宜吗 他说不便宜 他不是便宜问题 他说怎么都这么有礼貌 这么有教养 我说计程车司机都是大学毕业生 所以就很有人际关系了 你知道我曾经数过 我曾经数过 我从上车到下车 跟计程车司机说来说去 光说谢谢 要说到七八次 我一上车 他说先生 你叫车吗 是 他说谢谢 然后过了一遍 他说去哪里 我说去哪里 他说我知道了 我说谢谢 然后等到到了 我说多少钱 他说175元 我说谢谢 我把钱拿给他 我说这是200 麻烦你找 他说好谢谢 找我25 我说谢谢 他说请你小心下车的时候 我说谢谢 我一出去 他又说谢谢 他说怎么有这么有礼貌的呢 所以在中国大陆 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到底要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还是我要取得新的国籍 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 都已经有永久居留症了 他们只要一换就换到了 甚至有些孩子在国外生的 在法国生的 在意大利生的 在美国生的 他们可以立刻取得的 有些地方是18岁以后 或者16岁以后 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他的父母都很矛盾 很挣扎 因为他们一旦取得了新的国籍之后 他们旧的国籍立刻失效 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立刻失效 我们台湾的人不太了解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虽然骨子里 从头到外都是中国人 吃的是中国食物 还不能吃老外的食物 然后讲的话是老外的话都不会讲 可是呢 他如果拿着新的国籍之后呢 他的麻烦是 他只要一回中国就要签证 所以他就很痛苦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可以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又拥有很多国的国籍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 用中华民国国籍出去 盖个章出去 你进美国的时候 拿了美国的护照进去 然后出来的时候又拿美国护照出来 不出来的时候不需要看护照了 然后再进中华民国的时候 又拿中华民国护照一盖又进来了 所以你有两国的国籍 你没有问题 其实天上的生命跟地上的生命合在一起 也是这样 可是这也造成我们的困扰 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呢 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呢 你不要怀疑我没有外国国籍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 因为台湾的护照现在还蛮好用的 对不对 到处出去还可以 如果你拿另外一个国籍 只是进去那个国家方便 其实有的时候也造成更多的困扰 所以我们也没有拿别的国的国籍 天上的生命跟地上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这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你不清楚的了解 我们的怀疑 我们的困难是天上的生命跟地上的生活 怎么可能合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 又融洽相处呢 当然准确来说 他是不可能融洽相处的啦 只不过他同时存在 我们弄不懂 基督徒常常说要过在地如天的生活 可是我们明明活在地上 怎么可能又有活在天上的可能性呢 有一对夫妇 常常到教会聚会 也已经做了同工 他们有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在幼儿的阶段 教会举办退休会 他们也被邀请 说参加退休会 他们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想准备 更多的投入教会的服事 但是因为教会的退休会呢 没有带孩子去的 就是说没有提供孩子的服务 那么他们两夫妻就去了 他们请人帮忙在家里看孩子 他们自己去参加退休会 在退休会当中 因着聚会的美好 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 他们没有孩子在身边 讲员所讲的 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 属灵得到很大的复兴 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他们参加完退休会 家门一打开 就发现家里乱七八糟的 东西乱丢 那个帮他们看家 帮他们照顾孩子的人 不仅没有把家里整理好 而且 更糟的事情是 那个孩子生病了 他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因为他是一个长假期 所以不容易找到医生看病 他们只好到医院去挂急诊 排队挤进去 终于挂完急诊 在看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非常的生气 说真的有上帝吗 如果真的有上帝 为什么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呢 明明我是去聚会 又不是出去玩 对吗 而且我是去服侍主 而且他们已经下定决心 要更多投入教会的服侍了 怎么就孩子生病了呢 这是明明是天上跟地上 看起来就不太相合的地方 我们一心想爱主 就换来这样的情况 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你碰到的呢 有没有 有点点头吗 没关系嘛 我还不要讲说 你听到的别人 我就说 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没有啊 那你是怪胎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一定会碰到的 你觉得神应该在某种情况之下 给你恩惠 或者至少你没有做错 神也不能给你一个不顺利的环境 可是结果却跟你想象不同 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如果你没有这样 我还觉得你可能是 有问题 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不可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的 可是这种事情 却带给我们很大的矛盾 就是这个事情的表面来看 地上是地上 天上是天上 天上跟地上怎么能混合呢 因为地上有地上的生活 天上有天上的情景 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活在地上 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地上有各样不同的遭遇 很多是不幸的 很多是不可预料的环境 我们会有疾病 我们会有无奈 我们会有困境 地上有的是灰心软弱 让我们丧志 可是天上有的 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我们讲天上 我们所想到的就是平安 喜乐 满足 享受 这两副情景是格格不入的 怎么可能天上的生命 进到我们地上的生命之后 我们能够享受在地如天的生活呢 难道真的要等到最后一天 我们结束了今生以后 我们回到永世里面 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 才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还是聪明一点 最后一秒再来相信吧 虽然最后一秒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 可是难道我们在地上 就不能享受那样的生活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福所书是从第一章就开始提到天上地位 和地上生活交织的一封信 从这一封信里面 它整个的重点都是要让我们了解 天上和地上 地上和天上 其实可以是一件事 换句话说 你拿了中华民国国籍 跟拿了美国的国籍 在你身上可以不矛盾 只不过你比较像中华民国的人 还是比较像美国人而已 这样听得懂吗 如果我们把以福所书的真理弄懂了 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能够享受天上的地位 并且以那个地位再过地上的生活 因为这是最后一讲了 我已经讲了一年 所以我要把它讲完 最后希望打一个完整的包 让你带回去 我今天讲一半 六月再讲一半 在我们正式讲到这一段的内容之前 我们再回到一章一节 请你打开圣经 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一节 如果是教会的圣经是269页 269页 269页我们看一章一节 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这是最后一讲了 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 再直接跳到六章第十节 这样你就知道 它其实是前后一贯的 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奉神旨意 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好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就是保罗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他已经写了说 他是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旧事 他为什么要加旧事呢 就是他要把他解释清楚什么叫做圣徒 他说旧事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重点当然是忠心 但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圣徒不仅是个忠心的人 这个圣徒最主要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所以这里提到说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那就是在天上 我再讲一遍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那就是在天上 所以保罗说 我写信给在以福所的圣徒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 那个地位是在耶稣基督里 不仅地位是在耶稣基督里 而且是状态在耶稣基督里 我再讲一遍 地位在耶稣基督里是一回事 状态在耶稣基督里是另外一回事情 地位在耶稣基督里是 你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 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 是把我们从污泥祸坑里面拉出来 脏的药匙 臭的药命 他洗干净 带回来神的国里面 不是给他做家具的 也不是给神做仆人的 更不是给神做宠物的 我有一次说过这个话 是给神做儿子的 所以我们是被神带进来做儿子的 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这是在地位上面 我们做属神的儿女 可是这边说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一方面指的是地位 同时他也提到 这个地位是在天上的地位 可是你只有用这个地位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你才是把那个天上的生活 带到地上里面来 换句话说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面 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 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 虽然我们地位是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的生活却不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就不能享受那个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 在地上的喜乐 虽然有永恒的里面 我们回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就拿到护照了 所以我们一定回得去的 问题是在回去之前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因为碰到这种双重国籍的人 他们都有identity的问题 他们都有认同性的问题 特别因为我碰到的人都是中国大陆人 不是台湾人 那台湾人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同时有中华民国国籍 又有美国国籍 或者又有法国国籍 他没有困难嘛 他既然也是中华民国国籍 也是法国人 他也是法国人 也是台湾人 他这样讲 所以他可以有两个身份 可是中华民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的人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一拿到法国国籍之后 他就变成不是中国人了嘛 对吗 他是哪个国人 可是他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啊 他都是法国人还中国人 他是法国人嘛 他已经没有中国国籍 他已经没有了 你以为他回了去中国吗 你要重新申请 你以为那么容易申请中国国籍啊 那不然去申请看看 当然了 你很容易了 因为你是台胞嘛 但他们不行的 他出去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们的identity就出了问题 他们对他自己的认同产生问题 你问他什么人 他永远告诉你是中国人 有时候我都开大玩笑 你是法国人 我中国人 你法国人 我中国人 他一辈子变不了法国人 你听得懂吗 他一辈子心里变不了法国人 他心里要变成法国人 只有一个办法 谁可以告诉我 他怎么样可以变成法国人 你们告诉我 他怎么样可以变成法国人 他真的是法国人 因为他的护照是法国人 我提醒你 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在启示录那边说 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什么意思叫做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暗民是神的儿女 其实不是神的儿女 哪里有这个话呢 什么叫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 其实我们不是基督徒 那是什么话呢 其实他是法国人 可是他不是法国人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他不是法国 他不可能不是法国人 因为他只有法国人 是他的身份 可是他仍然不是法国人的 缘故就是 他没有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懂了吗 那我问你 一个人怎么样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不应该用对岸的方式 如果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 有一天我们拿得 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以后 我们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国籍 我劝你不要这样 不过你要这样也没关系 假如你放掉了 我问你 你是哪一国人 你就是那国人 对不对 你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 那我问你 你怎么变成那个国家的人 我就讲美国好了 美国大家比较熟悉 我问你 你怎么变成美国人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你讲得看 你要怎么样 你要讲英文 还有呢 你要住在那里 还有呢 我告诉你 你不仅要讲英文 而且你要喜欢讲英文 不是你要讲英文 你要喜欢讲英文 你要喜欢吃麦当劳 你要喜欢喝可口可乐 你要喜欢看篮球 你要对棒球 哪一个人打击率是多少 你要知道 而且你要喜欢知道 不是你知道 不是你背 不是你苦苦的背 是你要喜欢知道 你要喜欢吃那个中国人 中国味不爱吃的牛排 气死 有的人不爱吃 你要一举一动 你要喜欢 注意听啊 是喜欢不是会 OK 了解了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但是后来我告诉各位 我们成为一个有属神生命的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喜欢什么 喜欢在基督里 喜欢我是神的儿女 喜欢天上的生命 喜欢天上的思考模式 喜欢天上的生活模式 你要知道那是不一样的 地上的是 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这就是地上的生活 对吧 天上的生活是打你的左脸 跟他说右边这边也需要 要喜欢 我这几年突然明白 为什么我或者有些人 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生命 他就是不长 因为不喜欢 因为不得已 因为爸爸妈妈传给我的信仰 因为当时我一不小心走进去了 现在不去也不好意思了 李金渊会打电话给我 说你怎么没来聚会 我们不喜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按名是 其实是 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喜欢天上的生活 天上的生命在你里面 我知道很不容易的 我知道很不容易的 我就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 你让我吃什么舒服 你知道 我出租到国外的时候 以前我最早去服侍是在泰国 泰国 九几年的时候到泰国去服侍 教会派我去泰国 看石荣荫做什么事情 我第一次吃泰国菜的时候 我简直受不了 我说是有什么人有虐待狂 吃这么酸这么辣的东西 有没有 我吃进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胃很不舒服 我一次吃泰国菜 两次吃泰国菜 我就很不习惯 那种东西有谁要吃 你知道有一天 我正在吃泰国菜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突然想到说 泰国有几千万的人 都这么喜欢吃泰国菜 泰国菜一定有 让人喜欢的地方 你知道我就这样的态度改变了 我就说 泰国菜一定有好吃的地方 我要来喜欢吃泰国菜 从那天以后 我对泰国菜没问题了 我知道我还需要一点过度的时期 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泰国菜没问题了 以后开始到美国去 你知道美国的食物真是不敢恭维 对吗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适应美国人的生活 虽然我没有美国的国籍 可是我需要常常在这边生活 我只好喜欢 当我一想说我喜欢的时候 我就喜欢了 我现在到世界各地去 我一年要去十几个国家 他们问我吃什么 我说Local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他们问我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要体会在当地的人 他们吃的东西 我才可以跟他们讲到 我如果不体会他们吃什么东西 我跟他们讲到 永远是从中国 很敏感 你们千万不要抓我的语病 好不好 我一定是从华人的角度 来跟他们谈福音 可是我只有落实到他们那边 我才知道 所以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我去了四个国家 我到那边 他们问我说 李长老你吃什么食物 我说Local有什么食物 我就吃什么食物 他们说 哇你都能适应啊 我喜欢适应 并不代表我会适应 可是我喜欢适应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讲到 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请你记得这件事 你必须喜欢你是基督徒 而且你愿意用基督徒的生命去活出来 你在地上的生活 虽然格格不入 但是你必须喜欢 因为只有喜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在天上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光景 进到我们的生命以后 我们要喜欢过这样子的生活 别人怎么对我 我讲过无数次 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 我怎么对他 是我跟上帝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这样对我 而我用他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他呢 这是地上的生活 这是地上的方式 我喜欢用上帝对我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不管他怎么对待我 弟兄姐妹 你只要一喜欢你就能 我再讲一遍 你只要一喜欢你就能 我试过很多次了 当圣经上说施比寿更有福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这几年来我是从来不相信这个事情 这怎么可能 你帮忙忙好不好 你钱给我跟我钱给你 谁比较有福啊 那要不要来试试看 对不对 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这样做 当我一做的时候 我就发觉这变了 弟兄姐妹 这就是生命的问题 你知道生命是 生命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事情 生命是一个生命 它不讲道理的 香蕉树就只能长香蕉 苹果树只会结苹果 这是生命的问题 你不能讲道理的 那棵树就长那个果子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当你喜欢 已经有的 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一个是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第二个 从零生的就是零 这是同时存在 这个不是说从零生的生命 一进来我们肉身的生命 就不见了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 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那个困兽游斗 是永远存在的 我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时间 请你去看魔鬼代言人 谁演的啊 基诺里维 埃尔帕西诺 还有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沙利赛容 可见很多人看过 可见很多人看过 OK 很好啊很好啊 那你一定要看 As a Christian 你必须看这个片子 每隔几年拿出来复习一次 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 你知道台湾都不管导演的对吗 其实导演才是人家外国人看电影 第一个挑的 谁导的 人家不是看谁演的 台湾人都是看谁演的 是谁导的 编剧是谁 你要看那部片子 你会发现 天上的生命 跟地上的生活 其实格格不入 我们只是心一动 就偏左或偏右 喜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以福所书 一章一节到六章九节 是从不同的角度 在描写我们基督里的生活 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 可是到了六章十节 保罗解开最后的关键 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来我们来读这个末了的话 第六章第十节 我们来读末了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末了的话 第六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在这里保罗讲到他有末了的话 什么是末了的话呢 末了的话就是我要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要提醒另外一件事 就是原因 前面是一些现象 虽然他还是讲到很多的原因 但是最终的原因他现在讲 我以前很喜欢读以福所书 那现在也很喜欢 因为以前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现在就很容易 从当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如果一定要把这段圣经分成几段 你知道这段圣经 读圣经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喜欢的角度不一样吗 这样John Stott就把它分成四段 中马田他用好几年才把以福所书讲完 他写了全套的书 一大册 不是一册 是一套书 就是专门讲以福所书 我自己读来读去 我最喜欢的分段是两段 一段是第一章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 第二段是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六章的结束 你说怎么头重脚轻呢 对 按比例是头重脚轻 按内容是一样重 一个是讲现象 一个是讲原因 一到一章一节到六章九节讲的是一个在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表象 或者应该有的样子 而在末了的话里面六章十节一直到最后 保罗才把为什么天上地上会造成混淆这种困难的状况 我讲解出来 理论上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不了解 以福所书第六章十节以后的经文 我们就不能享受 在地如天的生活 不能享受 不能享受 我好盼望 我今天早上的祷告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懂这一段 虽然我今天只能讲一半 都懂这一段 弟兄姐妹 你会开始发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如果不是懂这一段 我们会被外面很多的表象所蒙蔽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跟秋华说 哇 躺在床上真好 可能有的人说 这不是废话吗 躺在床上还不好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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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我躺在我家床上的机会不太多 我一年躺在我们家床上的时间是120 我的媳妇是一个很会研究分析的人 我那天被她吓到了 因为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要我的行事率 我就把我的几年的行事率都给我儿子 因为她是在一个Excel的档案里面 她说我媳妇把她拿来分析 分析完了她跟我女儿说 她说爸爸在家里睡在家里的时间 一年比一年还要少 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你知道当我躺在我自己床上的时候 我说我是非常的放松 我就跟我太太说 好好喔 因为我一年要搬来搬去搬一百多次 从这里行李pack好了搬上飞机 然后飞机下来之后住在一个人的家 然后可能又要去退个退休 或又搬出去 然后又搬回来牧师的家 然后又pack又上飞机 又到英雅国家去 我一共要住一百多个地方 一年要搬来搬去 其中有一百多天住在我自己的家 然后我住在我自己家的时候 我就说 哇 住在自己的床真好 弟兄姐妹 你住在你的床上好不好 你看你们都没感觉 你就知道这只是个表象 你有床睡 并不一定代表你很舒服 这是一个表象 睡哪里重要不重要 其实我讲这个话 我后来又补了一句给我太太 我就说可是感谢主 我无论在哪里 睡的感觉都一样 这是我这两年已经学会的 我问你 不然要怎么样 你听得懂吗 我总不能说 这个床这么烂我不睡了 我告诉你 我睡过最烂的床是 一个翻身 那个床就会动的 因为它四个脚不一样长 我全部都才睡过一个床 那个被子拉到这里 我简直不能呼吸 因为都是霉菌 都是长霉啊 潮湿到不行 可是我进去的时候 已经十一点多了 然后我要出去跟那个旅馆说 对不起 你的被都是霉味吗 因为它所有的房间都一样 那天晚上 我去外面跟他 要那个喷那个蚊子的 有没有 他不会讲中文英文 我不会讲他那个国家的语言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叫他给我一个蚊香 我讲了半天蚊香 我讲不出来 然后只有他一个醒着 只有我一个醒着 我怎么跟他讲蚊香 讲了半天我只好说 我只好看蚊香没有用 讲不出来嘛 我就讲那喷的蚊子有没有 我就 然后 这样 他想了半天跟我比了半天 他知道了 他就拿给我 可是能睡每一张床都一样吗 那你看你是天上的生命 还是地上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的生命会完全改变 那就是地上的生活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生活呢 保罗在这边是要提醒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徒虽然可以过在地如天的生活 可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可能忘了 这是个什么世代 这是谁在掌权的 从以福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 我们发现这是个什么世代呢 我们来读好不好 十到十三节 十到十三节 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十到十三节我读一节 然后你读一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 保罗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因我们并不适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这里提到我们生活在地上 到底是谁在掌权呢 到底是谁在掌权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更准确的翻译出来 就会发觉 这是一个十三节说 是一个磨难的日子 这是一个磨难的日子 换句话说 当我们基督徒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所活的这个地区 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 我们所过的日子是个磨难的日子 因为他说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怎么说呢 因为十三节说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所以磨难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 磨难的日子就是找我们麻烦的日子 是不是 你可以这样翻译 可是更好的一个翻译是十六节 那一节有一个词 竟然跟这个磨难是同一个词 十六节我们来念一遍 十六节我们来念一遍 预备 请 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什么 就是恶者的日子 就是恶者的日子 这个磨难是恶者所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恶者掌权的日子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不是我们想象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工作 你应该会发现 我问你 老板好跟老板不好 差的多不多 多 老板好你做错了 老板说没关系 你刚刚来 对不对 如果老板不好你做错了 他怎么说 有像你这么笨的人吗 我告诉你这个差很多的 谁掌权差很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不像我们想象的 只有人跟人的人际关系 我们以为 没有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人际关系是有问题 不是只有人跟人的互动 说你好我好 你好我不好 我好你不好 我不好你不好 不是只有这样子 不是只有这样子 社会也不会只有文化的进步 跟政治的改变 最近政治有改变了 换了自政党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我们看见的 总统当然是人民投出来的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几年前投了陈水扁 几家欢乐几家愁 对不对 后来又投了马英九 又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你猜这次投了小英呢 还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 永远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各位 撒旦不一定会去影响我们 投票的结果 我认为他也没必要去影响我们投票的结果 因为无论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他都可以从中挑拨 对吗 所以根本不是谁当总统的问题 这个地是谁在掌权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确定不是李登辉 不是陈水扁 不是马英九 也不是蔡小英 真正掌权的是那恶者 我这样讲 是我很有把握 圣经是这样说的 历世历代 那些执政掌权的是在管地上 但整个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他所控制的 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们面对这个选举的结果 撒旦就在我们人心里面做工作 让我们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反应 这就是撒旦的工作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 这段末了的话 是要告诉我们 基督徒生活的背后 是有属灵的征战 是有属灵的征战 不是我们一般想的 只要我努力我就能够做到 你放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么 我都只要我讲到这么多年 我都只要我讲到30年以上 我不喜欢用唯言耸听的方式 来传扬我们的信仰 我从来不这样做的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远 超过我们想象的美好 你不知道有多美好 如果我们没有上帝 怎么可能 我也不愿意到处去讲 撒旦的工作 魔鬼的作用 很少讲这件事情 人家问我什么被鬼附啊 什么赶鬼啊 什么之类的 我都不太多说的缘故 就是因为你没碰到 你不一定需要知道 碰到了上帝自然有办法 你多知道无意啊 可是这段的圣经 我们却要讲清楚 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 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 明明显显的讲 我们是活在邪恶的世代里面 不是你要不要做坏事的问题 不是你想不想做好人的问题 在邪恶的世代 你想也不一定做得到 不是你想的问题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 不是我愿意我就能够努力做到 因为这里我们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在第一段的圣经 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我们所活的世代 是被管辖在那个执政掌权者的手上 这个执政掌权者并不是你的老板 虽然你的老板已经够讨厌了 这个世界掌权的也不是我们国家政府的掌权机构 不管你喜不喜欢小鹰 这里讲的掌权者是那个可怕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空中属灵器的恶魔 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一位 我们看不见的那一位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误打 误撞 我们甚至会打挫架 我们甚至把老板当成假想的敌人 我们甚至把夫妻两个吵架 认为是对方的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这是撒旦最高兴的事情 就在我们当中挑拨 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同工之间 我常常在想真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往这边走或往那边走 我因为在现在在别的国家帮助 如果主联名 会在未来的几年建立几个在欧洲的典范教会 在2020年大概可以建出好几个典范的教会 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一起步就要做对 比如要建堂 他们就想建堂 我就说好 建堂最重要的原则是 建堂是弟兄姐妹同心的过程 建堂不是哪一块场地比较好 建堂是我们同心不同心 场地好不好是我们在想的 天上的法则是同心不同心 地上的法则是便宜不便宜 天上的法则是相爱不相爱 地上的法则是地点的好坏 你有看过地点很差的教会很兴旺的吗 有啊 你有看过地点最好的教会很软弱的吗 那为什么呢 我跟我们那些同工们讲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说 李长老你这样讲太抽象了 那弟兄姐妹要是不同心怎么办呢 我都祷告到同心啊 你知道后来建了几个堂 几十万欧元几百万欧元的堂都建起来 他们教会能负担得起那个钱吗 没有 有一个堂它只有五万九千美金 后来存那个钱 他们看了这个 他们不同心 我就跟他说慢一点 又慢慢来 到有一天那个牧师都生气了 牧师跟我说 这么好的地点还不要 要怎么样 我说要神 说好 你只要等 他就等祷告陪这个陪那个 他说我现在根本没有在建堂 我在做人际关系 我说不是人际关系 你是在照神的方式做建堂的工作 你知道后来建堂建起来之后 那个教堂大得不得了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到现在 他们仍然彼此相爱 堂建完了一毛钱都不缺 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我不相信我们教会 建不出五亿的礼拜堂出来 以我们教会这些人 只是口袋的钱要不要拿出来而已 你们有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了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原则弄对了 如果我们照神的方式做 根本不是我们想象地上的状况 我们常常被地上蒙蔽 我们以为我们的对象是那些看得见的 其实我们对象是那些看不见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空中属灵气的恶魔 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你是一个敏锐的基督徒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稀奇 在贫穷落后的地方 撒但用一种方式劳容人心 在开发中国家工业升级的地方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劳容人的想法 在已开发的国家 他们物质上已经不缺乏了 精神上也可能不紧张 或者更紧张 撒但开始让他们放松 撒但开始让他们警觉 撒但开始让他们休闲 撒但开始让他们开始享受 我们应该很了解这种状况 我们从年轻一直到现在 或者你从年幼一直到现在 你不觉得在每一个阶段 都有一些事情让你很烦吗 我常常笑我太太 我说你真会忧愁 孩子小孩子小的忧愁 孩子读书有孩子读书的忧愁 孩子大了毕业有孩子大了毕业的忧愁 他今天没来 他第三档来 你们不要讲我讲他 你不要造成我们家庭的困扰 这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做的 你千万不要做 他常常很烦恼 儿子没女朋友他烦恼 女儿没女朋友他烦恼 儿子有 那是要烦恼 女儿没男朋友他烦恼 儿子结婚他也烦恼 女儿假如要结婚他也担心 我说你要担心到什么时候呢 你要担心到什么时候呢 我说你不要管这些事情 我们仰望主我们好好的对待儿女 他们自有上帝跟他的关系 可是做爸妈的就是很烦恼 对不对 而且人真会烦恼 你有没有发现 永远有烦恼不完的问题 而且第一个最严重的烦恼 一拿掉以后呢 第二个马上升上来 变成第一名 对不对 你又开始烦恼了 你永远有烦恼不完的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要做医生 现在最好的科叫做精神科 在之前叫做皮肤科 对不对 在之前叫做 儿科 在意之前是副科 在之前是 外科 你知道外科以前 医生都横的走路 对不对 现在他们都倒退的走路 因为他们没有市场 现在大家尽量不要开刀 精神科 亲爱的弟兄们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精神科呢 因为我们精神不正常 我们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呢 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 这是天上跟地上的问题 很多事是天上跟地上的问题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明白撒旦在各种国家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做他要做的事情 你就会发觉太可怕了 我上个月去了四个国家 欧洲四个国家服饰 连得很紧 我先去伦敦 真的是个高消费的地方 我只能住在牧师的家 而且牧师只能请我在他家吃饭 因为他们教会付不起 给我们住旅馆 一个旅馆一天最简单的 像林振宇常常跟我们一起去欧洲 都知道 欧洲有很多叫做Ibis 是一种旅馆的Ibis 你知道Ibis在伦敦 还不是市中心 你知道一个马上多少钱吗 这个也很了解的 159块英镑 英镑159块 Ibis是那种很廉价 不能说很廉价 就是很plan的旅馆 就是很正常的旅馆 不是旅馆 它就是那种 159 我说这么贵 当然他们不可能 因为我们在那边住10天 然后砸起砸吧 夹起来弄一弄一弄 一天要200英镑 如果住10天 就是2000英镑 我当然住在牧师家 早上也在牧师家吃 能不出去吃就不出去吃 搞到后来我至少跟那个牧师说 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 我不是怪他不请我吃饭 我只是说我来英国 你至少给我吃一个fish and chips 虽然实在有够难吃 对吧 可是至少也吃一吃 吃一次也甘愿 是不是 后来轮动完了 哇简直是累到不行 后来就到日内瓦去 国家海 你知道日内瓦更糟糕 物价更高 最后有一天我们要赶飞机 最好没有办法 我们就吃一个麦当劳 你知道麦当劳一个set menu多少钱吗 一套 一个汉堡 一个薯条 一杯可乐 我吃这样 秋华只吃一个沙拉 就我们两个这样吃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价钱 就不敢吃 一个沙拉 一个沙拉 就这么大 你不要怀疑 是麦当劳 没有错 它不是W它是M 十六块美金 一个 我那个是十九块 一个set menu 是二十美金 这里多少钱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不吃 多少钱 这里一百多 是不是 那天我那个set menu 大概六百多 我吃的时候小口小口咬 或许这样会薄一点点 你知道这些是高收入的国家 过了不久 我就到布达佩斯去 布达佩斯是连欧元都进不去的国家 日内瓦他们告诉我 那天他们开车带我要走的时候 他说这里是葡萄园 就干嘛看 他说我们这里做农夫的 注意听好 我们这里做农夫的 每一个月 你所有赚的钱都是你的 你怎么样弄都是你的 你赚的 你种的葡萄 你种的水果 你做的农作物 所有卖出钱都是你的 政府每一个月补贴你 一个人补贴农夫 三千美金 他只要不做事都可以拿三千美金 做的还你赚 你听得懂吗 可是你只要继续耕作 他一个月就给你三千美金 好不好 问题是 不够生活 问题是不够生活 因为一个麦当劳要这么贵 那你不要说上餐馆吃了 后来我就到了布达佩斯 只能于我们几个童工也从伦敦也去 然后从日内瓦也去 一到那边之后 看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上来 一大盘一大盘一大盘的 就问了说你们收入多少一个月 一个月收入五百欧元 一个月一个人的收入是五百欧元 那你们怎么可以吃这样子 就是这样吃啊 我们都是这样吃的啊 所以在布达佩斯全部在外面吃 你说怎么办呢 你很奇怪一件事情 可是布达佩斯跟布拉格这些同工们 就很生气 为什么你们的薪资这么高 你听得懂吗 你们的薪资都是四千五千六千起跳 一个月哦 欧元或美金哦 我们这里怎么只有五百 算心里不平衡 可是那边人心里更不平衡啊 我们的收入虽然是四千五千六千欧元 可是为什么你们吃这么好呢 这样听得懂吗 也可是你为什么不倒过来想呢 这就是天上跟地上的不同 我们永远不会满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邪恶的力量 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当中 掌权的是那个背后 属灵器的恶魔 这里告诉我们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是那个背后属灵器的恶魔 这边提到我们征战的对象 是天空属灵器的 这边告诉我们真正的难处 不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一用天上的方式来生活 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产生另外一个结果 别人对我怎么样是他跟神的事情 我对别人怎么样是我跟神的事情 你一下就变了 你不太会再在意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你 你只会更在意神用什么眼光来看你 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这么不舒服呢 是因为我的意见不被采纳 我做的事情别人不肯定 我们怎么不想想 我做的事情到底神肯定不肯定 我常常在比较软弱的时候 就想起我们教会的几个宣教师 无论石龙英也好 无论徐薇薇也好 你们看徐薇薇 这么多年他在外面服侍 他一次很大的车祸 一次很大的疾病 他仍然没有改变 他在地上所做 他要做的事情 他到底今生能够传几个人信耶稣 这是个很大的疑问 我怀疑他在今生不太可能传很多人信耶稣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呢 他刚刚去的第三年 还第二年 我就到金边去看他 到金边去看他的时候 那些金边的孩子 因为有的受过战乱 然后身上有肿瘤 或者是断肢的很多 那些好孩子一看我们过来 就跑过来要钱 弯搭了 你知道我跟秋华走在那边 然后徐薇薇就站在旁边 那小孩子冲过来的时候 徐薇薇就蹲下来 用他那个时候 他还不太会捡捡捕捕灾文 现在应该很好了 他就跟他们讲 他就说我们捡捕灾人 是不像外国人要钱的 他说我们捡捕灾孩子很有骨气 是不像外国人要钱的 我就看着徐薇薇的眼睛 我知道这个人永远不会回我们教会 我确定他不会回来 他一定要死在柬埔寨 我知道他的家人一定不太愿意 可是我看他那个样子 他是不会回来了 可是这件事情并不稀奇 因为有多少瑞士人宣教士 多少苏格兰宣教士 多少加拿大宣教士 他的坟墓现在都在台湾 他们从来没有要回去过 如果我们要看人的眼光 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地上很难活 看别人钱比你多 看别人儿子比你顺利 你要看所有的事情 你都没有办法过 而且我们人最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拿自己最好的去比别人不好的 然后很骄傲 然后再拿别人最好的比我们不好的 很自卑 然后就在骄傲跟自卑当中走到底 其实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 因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并不好对付 我们再来念一次第12节 第12节 我们来念一次第12节 第12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因我们并不是语俗血气的征战 乃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你们是用教会的圣经的话 下面有小字 有 我们来念小字 预备 请 两征战原文都做摔跤 原来翻成征战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那为什么摔跤是摔跤 征战是征战 为什么要用那个词呢 我告诉你 有时候翻译的人就是弄巧成拙 明明是摔跤搞的是征战 我问你 征战跟摔跤一样不一样 如果是征战的话那就好了 如果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么谁上去征战呢 长老嘛 Hallelujah 对不对 因为征战嘛 征战就是打仗嘛 对不对 打仗有没有按顺序的 谁先上 陆军 海军 空军 谁先上 空军嘛 空军 空军之前还有电子战 对不对 那现在不管 就传统来说 陆军 海军 空军 谁先上 空军 空军上完呢 海军 海军上完呢 陆军最后 最后谁上呢 不是 军法官 所以你知道我们当兵的时候 大家都发枪你知道 发到我们的时候发一把手枪 为什么人家都发大枪 我们发小枪呢 为什么呢 请问 最后拿来干什么的 你们这些人啊 因为打仗打到后来 如果你输的话 根本轮不到我们上嘛 因为我们也只能判 我们也不能打犯人 你知道吗 那个是行刑官才可以用的 我们那个是拿来保护自己的 保护自己 你已经杀到门口了 你还要保护什么嘛 以免落入敌军之手 还不如这样 那是给我们自杀用的 所以打仗是有顺序的 一定是空军上 上完了 飞弹上 上完了 我们以为是这样 我告诉你 圣子上说不是 如果是的话 就好了 长老先上 船到人在上 对不对 各位当执事的 恭喜你们 你们是第三波 还好我们是弟兄姐妹 什么都不是 我们留在最后 如果是这样 就好了 我告诉你 可惜不是 不是那种 两军对峙 不是那种用策略 用谋略去打仗 更不是我们混在一队军人当中 我们可以打 也可以不打 对不对 叫做什么 一分抗日 两分敷衍 七分壮大 你不懂 就是跟我不同年代的人 对不对 混着用嘛 可惜不是 这边说 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是与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什么 摔跤是什么意思 就是肉搏战 就是一对一 摔跤一定是一对一的 没有多对一的 我们征战的对象 是天天在我们里面的撒旦 但撒旦的工作 让我们灰心 让我们遭遇各样的难处 让我们失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到以赴所说 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不是一对多 虽然他有能力一对多 但他跟我们是一对一的 即便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是两人成为一体 我们两个应该一起合作 我问你 当跟魔鬼撒旦打仗的时候 我说他打他的 我打我的 对不对 所以搞到后来 原来是一对一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在受训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们要学防身术 我不知道现在军队 学不学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要学防身术 还要学刺刀 你们记不记得 我男生 然后那个刺刀 然后那个班长 每次叫我们用力 然后一直试验 我那时候真的心里很火达 怎么练这个东西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明明就是整我们 又有什么刺 什么前经图刺 刺 然后还一转 然后拉回来 有一天 那个班长讲一句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说我告诉你 刺刀平常是不上的 都挂在这边 等到上刺刀的时候 就是最后了 上刺刀的时候 就是最后了 他说上刺刀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不是你死我活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他说如果你现在没有练好 万一打仗 不打仗就算了 万一打仗 而且最后拧上的时候 那个刺刀 你一刺出去 你是拔不出来的 很多人不了解 你知道 刺刀刺进去是拔不出来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勾 是卡住的 所以你一刺进去 你知道人体里面是真空的 所以你一刺 不是真空的 就是说抽那个 其实它气是没有的 所以你刺去的 它就吸住了 你看日本人切副 这样切还要拉上来 对不对 因为一拉的结果 这就气就进去了 血才会流出来 你知道我们看那个电影 就这样 都会死对不对 那都不是真的 你放心 没有那么厉害的 没有那么厉害的 连那个行刑 你拿那个长枪 那个是会转的 你知道吗 他抵着他的心窝 打进去都不一定会死 因为你没有打对地方 都不会死 大部分 不容易打死的 问题是 电影演都是好人 一枪都是把别人毙命 至于好人被打十几枪都不会死 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后面明明是机关枪 在那边扫射 他都可以逃得掉 这真奇怪了 那好人开枪的都是 都是那种手枪 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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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个都会毙命 还可以一枪毙三个人的命 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人是不容易死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刺枪刺出去之后 你要很习惯性的 刺出去要转一圈 所以你手要握紧 一次就一转 为什么 因为一次一转 那个沟槽 一弄血就流出来 而且气就进去 你刀就拔出来了 不然你一次进去 你也没有转 这边就刺激男人 你听得懂吗 这是肉搏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需要靠肉搏战的 我们没有靠长老的 感谢主 不然的话现在我看到 三个长老在这边 林行健在这边 林正义在这边 我们三个惨了 对不对 谁要负责你的生死 自己管自己 那个幕后的黑手在那里工作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对我们全体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 其他下次我要下次再讲了 我们读第十节 那我们怎么面对呢 如果是这样 我们怎么面对呢 六章十节告诉我们 我念 然后我要请你写下来 六章十节保罗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所以六章十节 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依内在 从旧人到新人到 刚强的人 请你写下来 刚强的人 我下次会特别解释这个东西 在这里出现另外一个 第十一节 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所以在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状态 原来我们做刚强的人之后 还要穿上什么 全副军装 所以二外在 站稳了 穿上全副军装 请你写下去 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轨迹 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保罗末了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叫我们第一 要做刚强的人 第二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请你要背下来这两件事情 第一要做什么 第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两个都要在这个邪恶的世代磨难的日子 面对环境和摔跤 我们有两件事做 第一 内在要做 刚强的人背起来 第二 外在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内在 也需要外在 两者缺一不可 一个光有坚强的内在 而没有外在全副军装的人 是没有办法抵挡撒但的攻击 因为撒但的攻击非常的可怕 因为这个缘故 你不能用肉身去挡它 我们一定要穿戴全副军装 下个礼拜 下一次我会告诉你 什么叫全副军装 那个全副军装是非常的完整 我们以前看电影 几年前看电影 有《蜘蛛人》 对不对 还有《超人》 对不对 还有《绿巨人号客》 以前都是一个人出来拯救世界 有没有 最近流行的片子已经是 打群架了 你有没有发现 我 我是在想不通 以前你一个蜘蛛人就可以拯救纽约 还有一个《蜘蛛侠》也拯救 高潭司 高潭司就是纽约了 就是纽约 也拯救纽约 对不对 然后《绿巨人号客》出来 又拯救 又什么又什么都很厉害 现在他们的程度越来越差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要合在一起 才可以打败这个坏人 所以其实显示坏人越来越厉害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 这些所有的人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没有穿衣服 有没有 有啊 为什么啊 不是为了好看 是因为 Superman的那件衣服是防弹的 蜘蛛人的那个衣服也是防弹的 只有这样才行吗 不能只靠内在 可是当你有外在 你却没有内在的时候 更糟糕 我读到这件事情 我只有讲一讲我很丢脸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我服兵役 那时候我们要服一年十个月 我们需要踢正部的那个年代 开训典礼 其实都快结训了才开训典礼 你们不知道 因为 医疗是一直要练 练到长官来教队的时候 那个军队是必须是个合格的军队吗 那进去都是死老百姓 谁会搞那个东西啊 要从立正开始学习 立正扫习 全部弄完之后 开始学各种东西 最后就开始踢正部 你知道 踢正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因为要一个人踢 踢完两个人踢 然后四个人踢 然后要竹竿夹着踢 对不对 你知道 中国他们在训练那些女兵的时候 是这里要夹一个东西 然后他们要看那条线值不值 所以身高要一样 身高要一样 踢正部是很痛苦的事情 问题是踢正部 不是这样穿踢正部 是要全副军装踢正部 我平常粗糙我问题不大 粗糙我问题不大 可是把全副军装穿起来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站很久 因为那个S腰带一打 你眼貌惊心 不是 是我眼貌惊心 别人不意见的眼貌惊心 因为我体力不好 那个时候 非常的严重 身体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卫大出血 在教会 我记得在这边卫大出血 后来我去当兵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S腰带扎下去的时候 我气血翻腾 不是为了爱国 是身体弱 以后军服穿上去之后 一直冒汗 就假种服装 你还不用说把枪一背 水壶一装水 刺刀一挂上去 我根本就没办法 走几步 我就跟班长说我不行了 哪里有像你这么烂的 掉回房间里面去 人家去粗糙 我也跟人家去 可是 一到我说我不行 他就叫你坐在旁边 踢正步 根本没我们的份 就在房间里面 帮人家插枪 有没有 然后别人回来都看我们 No 军装我也有 我也有全副的军装 穿我也能穿 问题是穿起来不能持久 这叫做没有内灾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并且穿上全副军装 才可以在磨难的日子 与天空属灵器的恶魔摔跤 以后才能够站立得住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这样 至于 怎么样有内在 怎么样有外在 下次我会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祷告 谢谢你 感动保罗写下的以夫所书 不仅从第一讲到现在 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地上 有一个该有的生活 我们应该有一个该有的思想 在最后一讲 你让我们看见 原来我们地上的生活 跟天上的生活 可以合并在我们这个人身上 而取决于我们的决定 取决于我们的喜欢 取决于我们要如何做 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邪恶的日子 在这个磨难的日子 在这个恶者的日子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乃是靠着 你所给我们的那个刚强的人 以及外在的全副军装 我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所带来的奉献求你悦纳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所向你表达的爱及敬畏 求你接受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以及普世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